第一個叫做 未來生火圈 好不好 漂亮 現在連7號都沒有 這個好的都有 壞的都沒有 什麼叫做公墓 電塔 高架橋 全部會拆走 有沒有 有 對 來 那第二個就是說賣地段 地段賣什麼東西呢 對 好吃幾個好長聽 一聽到這鞋就立刻想買了 有沒有 想想看 所以地堡 我告訴你 沒有了 但是台中有地堡 桃園有地堡 台南有地堡 高雄有地堡 全台灣都有地堡 還有 真的是一個夢沒夢 賣交通什麼概念 聽過嗎 有 一個高速公路 兩個捷運 三條快速道路 還有五鐵共過 什麼叫五鐵 五鐵 地鐵 台鐵 高鐵 還有什麼鐵 公車 客運 鐵 反正鐵的都是 五鐵 好不好 再來一個重點 捷運算秒 幾秒就到台北市中心 沒有 幾秒就到捷運站 幾秒到捷運 對耶 不是 我們一百百萬秒 對 從三分鐘的喔 那這不是廢話嗎 捷運搬的時候 沒那麼多班 你也可以算一萬多秒 對不對 還有在賣地段 賣景觀 這怎麼賣呢 地段永遠是 徵集潛力 帝王搜尋 Costco商圈 商圈很吸引 採買也方便 Costco真的 商圈真的房子都有在貴 我跟你講喔 而且我這特別說明一下 全台灣 這台中人最吃Costco這一套 為什麼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特別喜歡 這種大賣場 沒有 因為台中地大 每次採買 是可能就是要買比較多 而且台中是 就是一個家族 一個家族在住的 台北都小戶數 大家庭 對 大家 你需要去Costco 景觀講什麼呢 公園第一排 和隨岸第一排有沒有 有 坐擁萬平森林 對 因為重畫區 你現在本來第一個 當然就第一排 等到蓋好之後變第五排 對啊 前面也會再蓋 一排一排蓋起來 所以這要搞清楚 還有另外一個東西叫做 學區 學區什麼概念 明星學區有沒有概念 有 有聽過 不是 好不好 當然不是 當然不該是如此 好 還有一個重點是 賣得好也是個賣點 什麼意思呢 有沒有聽過這件事情叫做 轟動熱銷保留戶 珍惜推出 有沒有 對 有 這個叫盛大開工限量三席 對 三個月前就那三席 後面你三個月之後 還有三席 然後後面還有三席 有沒有 我只能有三席 不是 那我現在買了這戶 就是因為他跟我說賣超好 我就是想一下 我跟我媽就很快就下訂了 對啊 還有一個重點 形容詞就很漂亮 叫做 對 好有氣勢喔 有沒有 當場那個 我們都覺得很熟 對不對 其實是告訴你說 我蓋好了 但是之前還有很多 沒賣完的 準備要完工 所以剛才 這怎麼判斷 形容詞拿掉 剛才全部都有形容詞嘛 對 形容詞拿掉 所以就是沒有磅礡有落成 對 就是這樣 沒有落成 有完工沒有金標 這所的天花板 都有維修孔 或是那個通風機之類的 打開來看 就可以看得到 可是十個有十一個 不會打開來投看進去看 沒錯 對 我想你們大家都看房子看多 你們都不會開來看 我曾經看過一個藝人的房子 在大直 非常的漂亮 然後呢 它的廁所充滿香氛 好 然後那件事 是我們關起來不錄影 因為那時候正在錄影 拍到了房子 關起來我把那個天花板 打開來看 裡面臭得要死 可是那個藝人不知道 因為它的廁所都是香氛 所以你想像 三十年以上的房子 一定會漏水 好 管子 素顏一定要看 如果你看完這個之後呢 你就會知道 這房子有沒有漏 然後第二個是 搜尋 像它的例子是 它那個建商 很有名啊 非常有名到 幾乎很多案子 都有詐騙 這樣子的話 這建商怎麼生存啊 很妙啊 因為很多人都不知道 因為只要找一些 漂亮的小姐跟先生 去賣房子就賣完了啊 可是現在網路資訊 那麼發達啊 是啊 可是我在講之前 你也不知道 是這樣的建商啊 而且新聞有出來 真的喔 對 新聞有報出來 所以我只要Google 打上去建商的名字 它有任何的這些 官司什麼都可以查得到 應該是要打建商的名字 然後打糾紛吧 對 糾紛 漏水 命案什麼的 就可以比較避開 可是其實像 海芬那個例子啊 其實也是有幾的 因為有些地區 像文山區 桃園 都有很多過去是 墳墓 墳廠 墳地的 它叫建地 可是是墳地 其實你上網搜尋 就可以找到 因為我去看過 文山區的房子 它一幅就是旁邊 都是房子嘛 對 然後上了樓呢 客廳 主卧室都很美 房子都完全沒有問題 可是如果你今天沒有走到 陽台 好 我就進了陽台打開 陽台沒問題喔 沒問題喔 你陽台是這樣子看 就有問題了 就這樣子是沒有 這是沒有墳墓的 墳墓都在這邊 所以它看到一個柱子 擋住你這樣子看 它讓你這樣子看 才看到得上客氣 可是什麼姓氏 真的 因為你不這樣子看 下次是那邊有人這樣看 對 重點是什麼姓氏 都有置在這邊 那你說這邊沒有 為什麼沒有 所以它才能夠賣房子啊 它是有的 反正都要請走 它為何不宜並處理 沒有 你看不到 而且這邊很麻煩 你也請墓墓墊很簡單嗎 或者是那種 新莊有個案子是豪宅喔 然後就是 工人死在電梯井裡面 那你說坐電梯怎麼辦 你打官司怎麼辦 律師都沒用啊 對啊 對啊 可是沒辦法 所以如果你今天有搜尋的話 你就不要買這些建商 網路上都找得通 這些相關的新聞 但是現在建商很厲害了 你找得到 按下去 新聞就不見了 新聞就不見了 花錢嗎 幹嘛拿掉啦 花錢拿掉啦 如果大家都找得到的話 誰買你的房子 而且還有一個問題是 我發現其實現在 新的建商非常多 對 就是可以 換一個名字啦 對 換一個名字 所以遇到這種新的建商 就不要碰 新的建商 或是它是個大集團 可是底下很多小牌小牌小牌 這個都不要碰 再漂亮的房子都不要碰 沒錯 現在其實對很多想要買房子的人來說 我覺得他們一定會中招的是什麼 就是 對啊 感覺很有規劃 對 不只有規劃 而且建商會告訴你說 你不要等到那個房子蓋好了 或者是超商進來 學校蓋好你再買 不得了啦 房價已經漲到天邊去 來不及 那所以建商都會告訴你說 當這個重劃區都是炒的時候 你就要 對 那我一個朋友 他也是專門跑房地產的記者 是在二零一四年的時候 他就這個建商 就是在新北市某一個重劃區 新北市的哪裡呢 新北市的哪裡 就是有新舊的相關的名詞 這樣好像在哪邊寫 那裡是很夯 超夯的 對 然後那時候 建商就跟我這個朋友說 我們現在開家是開七字頭啦 很貴 七字頭 當時其實真的有開到七字頭 甚至八字頭 那建商就說 算你比較熱啦 那我們這個未來會漲到八字頭 那我朋友就覺得 六字頭其實還是有賺到 未來八字頭 現在我六字頭等於是 現買現賺的概念 這樣差一字頭 但其實差很多耶 總共有十%的賺到 對 所以他就真的去 當他自己有錢 然後也稍微有去跟銀行貸款 他就買了 結果沒有想到到現在 當然房價從2014年就是高點 然後這樣跌下來 去年有稍微回溫一些 可是他的那個社區 之前有一些投客 因為周轉不過來 拿出去賣 所以他其實會覺得 有一點受傷的感覺 當然受傷啦 是重傷 對 重傷 又是20% 對 那我就跟他說 其實因為他當時 如果是自住的話 也就算了吧 可是他是要投資 投資 然後你又就是 租金收入又不如預期 那當然就是會有一些 相關的風險 隱城我另外一個粉絲也是 他買的是 有樹很多的那個地方的 的賤案 那賤商也是跟他說 有隱城啊 對 所以他就覺得 不錯 有隱城就是有保障 他就有元潮 元潮就有錢潮嘛 可是後來他才發現說 其實他買的那個賤案的附近 好像菜市場啦 環境沒那麼好 沒有那麼想像中的安靜 對 所以這件事情要考量的地方 還滿值得 而且這個考量還要看 個人需求啊 對 原則上五年之內 如果發現有漏水 都可以找前屋主處理 真的啊 這個六個月是什麼咧 三年耶 保固有五年 這個六個月是指什麼呢 我們法律規定啦 如果你發現漏水 就是比如說我住了第二年 突然發現漏了 那漏完的那個當下 要儘速通知屋主 可是我一發現之後算六個月 沒有沒有 通知完之後呢 在六個月內 要請前屋主看是要賠償 還是怎麼樣去減價處理 是通知之後開始算六個月 通知開始算六個月 可是要儘速通知喔 咚咚咚 那我們這邊要稍微 跟大家說明一下就是說 你們在買房子 遇到漏水問題的時候 要稍微有一些東西可以預防啦 第一個是說啊 你們因為買房子的時候 有經過仲介 通常會有一個屋況說明書 對 上面一定會有一個有沒有漏水 對 那邊就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屋主溝沒漏水的話 很可能就會變成 可以這樣去解釋 那這樣子保證沒有漏水的效果 就是說 可是有可能 我們常常在賣房的時候 我們不知道自己家有漏水 對啊 可是那就是一個 主觀上知不知道的問題 那是訴訟傷問題 那也可以挑選 有些房仲會願意做漏水保護 就是房仲也會願意 跳下來負責這樣子 那第二個呢 就是因為啊 我們如果真的漏水的話 進入訴訟 買方要負責證明說 這個漏水是交屋錢 就已經存在了 賣房 我們要證明 怎麼證明 所以說 我會建議啦 其實最好的方式呢 是在交屋的時候 我就請一個專業的 那個建立制來看一下 就可以 如果有漏水 立刻補嘛 看是要折價還怎麼樣 那如果真的再差再差 那就是發現漏水的時候 趕快找專業 不管是水利技師 建築工會 來做鑑定來存證 那最後一個就是說 要提醒剛剛 大家時效的問題 剛剛說 原則上五年之內發現漏水 都可以請前屋主處理 可是前提當然是交屋前 就要存在漏水 那我有一個問題 因為這期限是五年很長嘛 那可是如果買方就說 我買了 然後我就馬上裝潢了 可是裝潢有施工啊 所以如果他施工之後 那我們怎麼去釐清說 這責任是你賣給我的時候漏水 還是會有裝潢後產生漏水 這個問題問律師也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們會請鑑定師來做 我們又不是專業 當然不知道誰造成的 所以說我們法院會請 鑑定機師來做 比如說發現 這個是施工失誤造成的漏水 那當然不能造前屋主 對 所以這種訴訟有兩種情況 通常會有兩種情況 造成後來的買方 沒有辦法求償 第一個是 沒有一開始發現 就通知對方 對 這個會被當成是 你承認那個瑕疵 但這機率很低 通常你發現 就緊著打電話 秒打 那第二個就是 因為大家不知道 通知完之後 六個月內要請求對方賠償 他過了六個月就可能不行了 我通知他 可是他六個月 屋主沒有處理 他如果自知不理 過六個月就不管了 通知他 所以要請求他賠償 所以他如果 一直拖一直拖 他不管就要請訴他 所以要告他 要在六個月之內 OK 好 而且千萬不能去告詐欺 為什麼 因為告詐欺 詐欺是一個刑事 是一個犯罪 檢察官就覺得 你就是單純的買賣糾紛 來找我幹嘛 然後就把你踢出去 說 對 這時候就有一個問題 那請問這時候 六個月過了沒 常常 對 天啊 所以一開始就要 決定好路 去民視 對 我們之前也有遇到 案件就是 來找我的時候 他已經告完刑事了 當然是不起訴啦 我覺得我們節目好優質喔 真的 太有資訊了 好有深度喔 其實 從風水的地方 可以看出這個建商 有沒有很用心 其實像我自己去看房子的話 我會先看 這個建商它有沒有用心 有沒有注重風水 一般來講 我們不是會有停車場嗎 例如說我們 停車場的 這個內縮的程度 要多一點點 對 如果大家能看到公司 這個內縮一點的話呢 代表什麼 代表這個 這個前庭的名堂會比較開闊 相對的也比較安全 因為很多的建案 可能它緊鄰馬路 它太緊鄰了 其實那種對風水的這種氣洞 太過於強的時候 居住會不夠安穩 然後還有就是 這個車道的上面的這個空間 通常如果說這個建商 它是把它做成像健身房 其實會比較好 因為很多可能它是二樓 然後一樓就是那個車道 車道 對 對 但是如果對二樓的住戶來講 這叫做 它就沒有這麼理想 所以如果大家看到這種房子的話呢 還是要特別的注意 所以我覺得 像我自己會先看一下停車場 如果停車場好停車 然後動線很順的話 我覺得這建商 真的基本上還滿用心的 現在很多捷運工購 要下去看一下 對 因為有些那種車位真的很小 然後你可能休旅車 都很難停的話 其實這個你真的要考慮 那我覺得以風水來講的話呢 其實大家要比較注意就是說 如果今天買這個房子 然後從客廳看出去的這個圓景呢 就很重要 例如說呢 可能會有一些 屁刀的問題 或是 洞距太近的問題 這種還是要注意 那其實我看過一個社區呢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就是說 它呢 這個社區是大家每一戶 它是等於有A B C D四個洞 然後每一戶呢 都是看中庭 但是呢 看中庭呢 就有一個問題囉 就是說它每一洞呢 都是變成一個口字型的 是 然後它中間呢 種了很多的樹 對 但是你看喔 困怎麼寫 就是一個口 然後裡面一個木 對 其實呢 假設坐在那邊 人都困在那裡了 都困在那邊 那我們家林口的就是這樣子耶 老師 但是如果你是 其實可以的 它叫養老房 每一法律的觀點是這樣講 如果今天買一個房子的時候 然後就會發現說 甚至說剛好聽到 看到說 詭異的現象 那這部分呢 其實在法律上的規定 是沒有辦法去做一個事 我覺得很難耶 因為是舉證的問題 舉證的問題 臨界這些東西 有一些可能是有 個人的體質或怎麼樣 但法律上面是講求證據 除非你有一些市政 你可不可以把它具體化 過往這個凶宅的定義 其實在 那多半都是真的要死過人 可是就像剛才上面律師講的 如果今天假設是 這個土地本身過往 可能是墳場 或甚至我們遇過是 蓋房子蓋到一半 建築工人有在裡面死亡的 這種意外死亡的 可能都不會被認定是凶宅 但是現在越來越多的法官 他是以說 只要讓這個購買者 使用者的人 感受到不舒服的狀況 他也把它認定是凶宅 只是這目前還是少數見解 對 多數的法官還是說 這裡就沒死了 格局看不懂 格局不方正對不對 你沒學問 那是在巴黎島 我們放鬆 對不對 好 我再告訴你 你看這房子這個多有味道 真的很極簡的極簡風 然後就給你一個大白牆刷下去 對 北歐風 有沒有 對 然後如果什麼都沒有裝 毛砧對不對 我跟他 對 宮列風好流行喔 那管子極簡七層白色的 連天花板都不用揪 對 而且管線可以外露 對 好炫對不對 真的 想太多 衛浴沒有開窗 對不對 我跟妳講 觀眾朋友先講 你買房子千萬注意 衛浴一定要開房子 尤其你從現在有什麼 疫情期間 對 衛浴 廚房要不要開窗 我覺得這就是基本房 基本條件 對 衛浴不開窗代表什麼 隱私啊 季妹妹你看 你擔不擔心 你跟王府到時候被人家偷拍 我怕啊 對 你看 所以我跟你講 衛浴不能開窗 還有講 房子是會滅膝塞好不好 膝塞好不好 膝塞有人喜歡 很熱 我告訴你 房屋乾燥晚上睡覺 還押韻 你看好不好 他直接用太陽幫你都曬乾了 我好烘乾雞嘛 你雞都省掉了 對 媽媽好像覺得很省事 衣服通通掛那邊 而且很多媽媽很怕冷 而且是不是好像房子 比較溫暖 對 買個老房子好不好 老到已經不行了 我告訴你 都更機會很大 都更的話題 這太吸引人了 你買了個新房子對不對 旁邊一個老房子 五樓公園一打開 一個老房子對不對 我告訴你中獎了 因為旁邊會都更 都更 對不對 好 還有一個 旁邊有個Motel Motel算嫌惡的設施 我要問一下律師 這個也要見證見 Motel一點都不嫌惡 看你跟誰去 對 Motel代表什麼意思 除了你擔心你老公以後 倒垃圾會比較久之外 對 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 為什麼 為什麼 建商要買Motel 台灣人的身體很好 就是一般的Motel 大概在過去的狀況 兩年半就回本 身體很好 這是好事 所以你看一個Motel 開了超過五六七八年 它早就回本了 建設公司如果要買地 就整個Motel買掉 當然 就趕快賣給它了 你看 這是不是很夢幻 真的很夢幻 所以我這些不要聽就對了 買賣一個房子 通常價金都很高 上百萬 上千萬或上億 所以它不是隨便 我今天不要就不要了 因為對大家的權益 影響都很大 所以法律它是這樣看 它是以一個 明法的買賣合約 第一個 如果假設今天影響到 生命財產的安全 特別是生命 例如說我買到的房子 是輻射屋 海沙屋 會讓我住了 會死人重傷的這一種 它有機會可以解除合約 因為那個重大數值 對 那非常嚴重 好 但是第二種 我們一般人最常遇到的 房子漏水 房子這個看起來 不是我想要的 坪數不對 大小不對 或是公社被拆 很抱歉 這種最多就叫 只有從買賣價金 可以做一些減免而已 那當然能減免多少 有的就讓法律去判決 或是透過鑑定 那另外就是 如果你住的這房子 跟當初買賣合約約定的不同 如果額外造成損害 像剛才鍾伯哥講的 有一個一百三十公分的 安全通道是空的 你踩下去掉下去了 你是可以跟建商 或是跟你買賣房子的前手 請求賠償或修善 這些是可以的 可是就跟大家原本想像的 我買到一個不好的房子 想要就解除合約 其實法律上難度都相當的大 像是這種什麼便電所 本化爐 公墓 跟這個殯儀館叫做 鹹垃圾 這個其實基本上 是不會造成房屋的瑕疵的 所以說這個可能比較困難 那我會比較建議說 各位買家 在真的要去住之前 先多花一點時間 未來的東西 沒有辦法預料就算了 但是現在它所保證的 比如說離捷運幾分鐘 離工剩下幾分鐘 真的要親自去做做看 那我想提供一個 就是最好做 可是做了不一定有效的方法 就是各位在買房子的時候 通常都是簽那種公版契約 最後一頁不是有一個 空白的證明契約嗎 是 如果你真的對環境的要求 這麼重要的話 就把它白紙黑字給寫上去 不一定有用 可是只是到時候發生糾紛的時候 你不會什麼武器都沒有 對 至少可以拿那個契約 來主張說你當初保證過 對 這個叫做 有沒有常聽 有吧 小平樹 而且專門騙女生的 好不好 我先告訴你怎麼又騙 不 講騙 溝通 轉化一下 大概這樣的一個格局 你先看到什麼東西 剛才講 雨澤對不對 我一講是雨澤 這邊就有雨澤 這邊就有雨澤 雨澤是給誰的 對啊 然後雨澤是給鳥戰的 本來就是不是給人戰的 但是它就算平樹 這第一個 那第二個什麼概念 這邊是條對不對 柱子 那湯老師在後面 我就不敢多講 但簡單什麼概念 柱子跟柱子 你看這邊是床 是不是會有跟涼 對 涼在頭上 那是不是很抱歉 這邊就壓涼了 涼壓床頭 不好嗎 好不好 對 風水不好 還有這個床的尺寸 到底是多少 你永遠不知道 我們講 雙床的概念 至少是六尺乘六尺 就一百八成一百八 對不對 所以你要有這個 基本的概念 重點在哪裡 各位看喔 這個叫 女生是不是多麼 夢想有個衣帽間 一定要有一個 屬於自己的衣帽間 可以走得進去的 對不對 重點是你看 對 不行嗎 我們其實我們都很希望這樣 對啊 衣帽間也會很多 對不對 不會太好 我比較喜歡這樣子的 這麼大的房子 居然是用浴露 你會不會想要浴缸 對耶 為了衣帽間 我可以不要泡澡 就他拚了對不對 好 所以這是 這是幾個問題 糧柱的問題 還有這個 浴露的問題 衣帽間的問題 還有門的部分 門的部分 我覺得內開還是OK 但重點你要搞清楚 它有沒有可能 因為外開代表什麼 如果你這邊有個鄰居 他也跟你外開 兩邊就只能同時開個門 是 會打到 對不對 所以美美的最重要是 尺寸 所以你今天看到這個圖之後 你可以請銷售人員 麻煩你把比例抓出來 對 最重要是比例尺寸 對 比例尺 今天我們剛剛講 如果正常的床 這邊叫180的180 那你看這個臥房才多少 那個才幾公分 對不對 所以呈現圖的部分 感覺都可以美美的 但是它不是那麼邏輯的東西 所以如果要的話 就把尺寸的飄上去 比較準 對 然後除了給大全哥看完之外 還要給湯老師看一下 從那個格局圖 就可以看到很多的那個 風水煞氣 或者是一些地雷的部分 對 其實從這個平面圖 可以看出 就是有一些風水的問題 是 例如說大門 剛剛大全哥說的 其實大門往內開 真的還是比較好 為什麼呢 因為是氣往內送 可是像日本人的生活習慣 他們其實還是比較喜歡 大門往外開 對 但是如果大門往外的話 如果家裡有個完整的玄關 你可以這樣做 是 但是建議大門往內 那這個圖呢 其實有幾個風水的煞氣 第一個很典型的就是 穿堂風 打開大門呢 直接就衝衝 衝到這個前陽台的過裡 這個地方 這叫穿堂 它沒有一個遮蔽物 老師中間有放東西不可以嗎 當然它是放的東西 也是不對的 而且要放沙發也不好 對 沙發也擋不到對不對 擋不到 沒有男主人 你這樣會不會都找不到男主人 是 除了男主人還往外跑 還有什麼不好的影響 對 就是比較容易犯小人 否則是非 比較多 然後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覺得是穿堂風 其實穿堂風呢 除了射玄關之外 如果空間不夠 我建議呢 在這個前陽台的地方有沒有 我們可以加裝所謂的 因為木柏葉它可以有 可能兩三片的門 那有一片呢 如果是大門直衝的地方 這個木柏葉呢 可以把它蓋起來 就當作是內巡關的概念 但是這個圖呢 我覺得比較大的問題 我是比較不喜歡它的廚房 對 可是通常廚房一定會在這邊 學姐 廚房怎麼了 廚房很小 而且廚房沒有門 對 廚房也是這樣子 廚房一定要有門嗎 廚房的人會怎麼樣 現在粉領族的廚房都不會有門 這樣的廚房呢 通常呢 女生會比較勞碌一點 而且也比較容易破財 因為這個廚房呢 在前面 我老公超喜歡開放的 對 太開放就比較沒有彩庫 如果是廚房呢 在大門的前面 所以打開大門呢 就會直接看到廚房 對 所以其實我們應該要改一個格局 我就是改 老師快說 好 改什麼格局 因為廚房沒辦法變嘛 對不對 對 所以我建議就是說呢 這個地方廚房 原本是座門的地方 把它封起來 然後門呢 把它改來這個地方 進出 會比較好 但是改到這邊呢 還是有另外一個缺點 什麼缺點 因為這是大門的穿堂嘛 對 但這邊也會形成是一個穿堂 會有兩個穿堂的問題 怎麼辦 然後再加一個木柏葉 不用 蘿莉窗都不要開 我就建議呢 如果把書房門改建對不對 你這邊就把它做整片的 就可以化解 那但是很多人還覺得說 做引擎門會變得很小 那你就做那個吧檯 但吧檯就高度一定要遮過爐灶 為原則 有 那我家有 吧檯高過爐灶 不要看到爐灶就好了 對 這就是另外一個 退而求其次 你不能看到冰箱是不是 而且爐灶冰箱都不行 因為是財庫 不能外露啊 對 所以冰箱開的方向 是不能對到外面嘛 是 沒有錯 然後這個圖呢 其實還有就是說 它的這一個 整個房間的大小 已經超過客廳了 叫房底廳大 對 代表這是一個享樂屋 個人主義比較重 也不利桃花 可是現在好像很多 單身主義的人 其實真的都是房間很大 大套房都是這樣 對啊 那如果有過房跟客廳一樣大 通常還是要小一點點 例如說 太大了吧 最差就五比四 這種概念 那是享樂主義嗎 沒有桃花沒有關係啊 老公不需要桃花 那也不用啊 但是如果夫妻沒有桃花的話 就 比較容易那個冒河省力 目前還沒有 要小心 還有嗎 然後還有就是說呢 這個格局圖有沒有 其實它是做開放式的 它的房間其實沒有門 對 所以我會建議就是說呢 其實房間還是要隔閡 例如說這個地方 我會建議用一個石牆 把它給遮起來 我進出可以從這邊進出 為什麼要這樣子呢 因為我打開大門 我們以大門為主 其實打開大門不能看廚房門 也不要看到房間 對 所以我從這邊進去的話 我把這邊封起來的話 我是不是打開大門之後 我看不到房間的 裡面的東西 所以這邊我會把它封起來 老師那如果我不想 做石牆門 我可不可以做那種 就是可以開合 平常的拉門嗎 就是 對 平常可以打開 但也可以關起來這樣 或是做毛玻璃咧 也會讓視覺 盡量還是做開合 不要毛玻璃 毛玻璃還是看到裡面 對 它效果就不大 因為畢竟是房間嘛 是 然後還有就是說呢 我們為了要把這一個 房間的比例 再縮小一點點的話 其實這更衣間 是有必要做的 那更衣間我們可以把它 做成像是一個 隱藏門的概念 我們不要有些人更衣間 還是做得像那個 進出那個房間門的門 對 那就變成房中房 把它變做成一個 隱藏門之後 你有個更衣間 乾絲分離就很好 那像剛剛大全哥所說的 這一個可能會有梁的問題 我們做間接照明 或是利用梁柱的 這一個凹槽 我們做一些收納櫃 它都可以把室內 把它包裝得很平整 歡迎大家來訂閱 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解決你所有的家務事 跟上潮流社會事 滿足你想知道的八卦事 還有時尚這檔事 趕快按下訂閱頻道 加上小鈴鐺 俗女家務事 趕快來訂閱